12月快到了除了口罩和边境管制松绑之外 还有多项的交通及民生新制上路 例如台铁新增9家行动支付 民众买票不用担心忘了带钱包或者是现金不够 还有科技执法扩大执行 以及BA.5次是带疫苗满6岁就可以接种 即将进入2022年最后一个月 又有多项与民众生活相关的新制上路 在防疫部分12月1号起口罩令松绑 室外场所免戴口罩室内则维持戴口罩的规定 宴席开放逐桌敬茶敬酒 以及全面取消入境人数上限 另外为了加强儿童保护力 满6岁到11岁且完成接种莫德纳或BNT基础剂的儿童 可将莫德纳BA.5次是带疫苗作为追加剂 而年满5岁未满6岁的儿童 追加剂则可接种单价的BNT疫苗 再来看到交通的部分因数位经济时代来临 行动支付环境趋于成熟 为了方便乘客购票台铁从12月1号起 在全台191个车站 436个电脑售票口新增了9家行动支付合作业者 民众未来不必担心忘了带钱包或是现金不够 有现金就用现金 没有的话就用信用卡或者是在勾备 手机就可以支付了 而在台东信的交通上12月1号起将启用 五处新增的科技执法系统降低民众便宜行事所造成的意外事故 12月即将有多项新制上路 有辩明措施也有关乎荷包的制度 民众可要多加留意 以免一不小心就让钞票飞走了 继续下集会台东市报道